商三官故诸葛成有商事与者 世人也 以罪血五亿豪 豪搜家奴乱垂之 于归而死 与二子 常曰臣 赐曰礼 亦女曰三官 三官年十六 出格有期 以父故不果 两兄出颂 终岁不得节 婿家遣人参母 请从全壁因事 母将许之 女静曰 焉有妇诗为寒而行吉礼 彼独无父母乎 叙家闻之 见儿子 吾和 两兄送不得值 妇屈归 举家悲愤 兄弟谋留妇诗 张在宋之本 三官曰 人被杀而不礼 时事可知已 天将为辱兄弟 专生亦言罗包老 耶 谷孩暴露 于心何人矣 二兄服其言 乃藏父 藏矣 三官夜顿 不知所往 母残座 唯恐续家之 不敢告阻党 但主二子明明侦察之 己半年咬不可寻 慧豪诞辰 昭幽为戏 幽人孙淳邪二弟子 网直投 其意王成资荣平等 而因此清澈 裙赞赏烟 其意李玉帽 韶秀如好女 忽令歌 此已不忍 强之意 所度取半杂儿女李瑶 合作为之鼓掌 孙大残 白主人 此子从学未酒 直解行伤耳 信物罪责 急命行酒 欲往来给奉 善去主人异相 好 悦之 久兰人散 刘宇同寝 欲待豪福踏节旅 殷勤周至 醉宇辖之 但有斩孝 豪获益胜 敬遣诸仆去 独流欲 欲似诸仆去 何非下剑烟 诸仆就别是尹 仪时 闻听世中格格有声 亦仆网掺之 见世内明黑 既不闻声 行将玄种 忽有响声甚力 如玄众物而断其所 疾问之 并无应者 忽众排何入 则主人伸手两断 欲自经死 神觉堕地上 良间谨记 残耿俨然 众大害 传告内踏 群吉莫解 众疑欲施于亭 绝其袜履虚弱无足 解之则素系如 勾 盖女子也 亦害 忽孙纯节之 纯害即 不知所对 但云 欲月前头作弟子 愿从授主人 实不知从来 以其扶凶 一是商家刺客 是以二人裸手之 女貌如生 辅之之体温软 二人欠谋迎之 一人报失转策 方将缓其结束 忽恼如雾鸡 口血抱住 轻刻已死 其一大惊告证 重镜若神明焉 且已告郡 郡官问臣己礼 并言 不知 但魅王去已伴载已 彼往艳势 果三官 官其知 盼二兄领葬 赤豪家勿愁 亦始誓约 家有女欲让而不 知 则兄之为丈夫者可知已 然三官之为人 即萧萧一水 亦将修而不留 旷路路与世扶尘者也 愿天下归中人 买丝绣之 其功德当不俭于凤状谬也 愿白 二兄 感谢观看